香香 你怎么睡在这儿了 我今天早上 香香 早饭放桌上了 起床进来吃 我早上吃饭的时候 鸡蛋突然爆炸 弄了我一身 我赶紧去洗手间整理 结果忘了厕所门坏了 一旦关上只能从外面打开 香香她锁门是不是坏的呀 就前几天 还好你们来了 不然我要等到萱萱下班回来了 鸡蛋爆炸 是啊 早上我就不吃 萱萱准备的早餐了 她用微波炉加入的鸡蛋 微波炉加入鸡蛋时会造成压力 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爆炸 她该不会是故意用这个 把你关进卫生间里的吧 什么意思啊 因为厨房水用头坏了 所以鸡蛋爆炸后 你一定会去卫生间处理 那这么说 她是故意要害我 那咱们得好好教训一下这个人 你们怎么了 你为什么要用微波炉 加热鸡蛋害我 对啊 今天早餐不是你准备的吗 装什么啊 鸡蛋不是你家人的吗 微波炉也是你拿回来的 别把方式往我上泼 你看不怪香香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你说 我怎么转你了 你们干嘛 别弄我 别弄我 你放开我 别给我 别弄我 打开我 你可微波炉睡去吧 怎么真不是我 信我呀 她还真能装啊 要不是小雨我们还蒙在鼓里呢 不过事情还没完 真相没有那么简单 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 发现卫生间里 啊 昨天晚上下水到反味 所以就说放个香薰管用 不是因为下水到反味 而是需要明火加热 你把巴斯消毒液倒入塑料袋挂进短气上 并放上点燃的香薰 想用高温使袋子破裂 这样一来 袋中的巴斯消毒液 就会掉入你事先准备好的洁测里中 两者混在一起 瞬间就会发生化学反应 产生大量氯气 因而造成呼吸困难 买巴斯的小票还没扔呢 小美并不知道厕所能坏了 所以了解香香习惯在洗漱间里洗衣服 并且有计划地把她关进洗漱间的人 只有你 可惜不凑小事 香薰被她无意间碰到心灭 所以你的计划才没能顺利进行 你说什么呢 我听不懂 听不懂是吗 和香薰要进去待会就懂了 不是我 放开我 你帮我过去 对不起 你怎么一次拉这么多快地啊 这不是一站离得远吗 我又没法天天去 一般攒够一周才去拿 一站派员是挺不方便 当快递攒着一次性呢 会出现很多问题的 假如我是坏人的话 就违随搬运多件快递的女生 她们一般独居 自己搬快递进门内 要花费不少时间 这段时间 足够做些事 而且一站里久放不许的快递 会被有些人观察出规律 她可以在你不取件的期间 把快递偷走 可我买了什么自己清楚啊 如果丢了 一站也有监控 少了我就找老板 对啊 你花钱买的东西 肯定都知道 但赠品呢 你说的有道理 但有些商家出国了 现代列的很清楚 赠品都写在上面 少了我还是可以发现的 没错 赠品少了肯定会发现 会去调查 那如果是多了呢 这就有点吓人了吧 其实你没必要去一站 在京东买都是松火上的 小哥认真且靠谱 用京东道家APP 一小时就可以拿到 非常方便 三月七号到八号 每天早八点到晚八点 在北京的朋友 可以打开京东道家APP 或京东同城 搜索一分钱 超一千家超市的酸奶 只要一分钱 那我以后就用京东道家APP买了 哎 先看看我新买的口红吧 买口红送这么多糖吗 哎 这都毕业要走了 我之前可以带了饭的那些钱 什么时候还我 算这儿是吧 你平时用我那些化妆品 早就够这些饭钱了 你算这么稀是吧 那昨天咱俩一起买水果怎么算 必须平分啊 谁也别占谁便宜 可这些水果都有单数 你们打的怎么分 我有办法 我这儿发生一个电子秤 不用那么麻烦 哎 你 这不就分好了 拿着 再分离 哎 哎 哎 收 收 收 这不就分清楚了 肯定咬的比我多 是你自己不行的 我不行 你为了在那个学长面学 刷手段的感天天给他 和他女朋友带走饭 你听说过吗 你胡说 我那是刚好买多了 他有一小证 他男朋友都自己换上出来 哦 是真的 他以前天天和男朋友打电话打得很晚 但后来我觉得有些奇怪 就故意打给他 结果你们猜怎么着 通了 我那是梦话 但他还有特殊癖好 那天你们都不在 我亲眼看到 他妈的衣服都玩了都变 连那衣都吻了 打扰了 我那是在吻谁用了我的洗衣 肯定是他 那他之前还拿小号架笑语 没有没有 他瞎说的 瞎说的 他以前拿小号架 你骂你这些你都不知道吧 江江 之前骂我的人居然是你 我 我当时是意识冲动 那你当时还装模作样的帮我分析 不是 当时都是小林怂恿我的 什么 因为是你自己小心点 见到别人拿长青筋 你 你们俩 你们可真不懂 不是你听我解释 你别告信泰总 你的网恋对象 都是他用小号架办的 什么 江江你能不能别再挑拨零件了 没想到你们是这样的人 你不要对得起我吗 不是我跟你说 我还不解释 算了我要走了 火车要晚点了 就这样 反正再也不见 说到个身影要见你 现在收拾完先走了 你走 我记得关灯啊 哦 这个箱子怎么那么难关呀 我给你压着 你拉拉撂 也不是那么难嘛 我好怀念 那张梦都不紧实的脸 时间太善念 怎么 手都走了 什么错地方 我才没有 我看是行李箱太重 走不动了吧 看你这么可怜 我就带你回去小人播 再帮你一次吧 你慢点 你去闪耀 你慢点慢点 遇见 就算我们从此再也不会遇见 哎呀 又是长语音跟小尊 假的下面给我反了 哪有时间看见 嘿李箱 我在 你说 接管我的属于消息 替我看小朋友都说了 好的 准核信息完成 结论是 您的朋友又失恋了 哎呀 我早又输过了 他又不是什么好人 你又不接 等一下主人 您正在发送语音无效 你干什么 检测到您语言表述不当 以自动为您更改回复内容 从你们之前的聊天记录分析 他目前需要鼓励和认可 听你这么说我好多了 可以呀 那是否可以让Lisa去跟客户沟通 好的 以后的客户沟通权 救命啊 学妹 假期要加班 我真的很想死 我也是 警告 接收到对方求救信号 正在呼叫保安 什么 你还干什么 赶紧住手 Lisa必须上报一切 可能危及生命的情况 保安找我了 我这就去跟他们解释清楚 检测到救援成功 危险解除 够了Lisa 你根本不懂人类语言 以后不要再论下结论 好的主人 客户刚发来加急信息 询问今天能否提交项目方案 什么 这么快就催了 Lisa告诉客户 请放心 今晚一定能给到 检测到今天未法定节假日 对方请求不合理 以为您选择最优解决方案 最优解决方案 什么 撤回赶紧撤回 你找我丢到客户的 拒绝撤回 Lisa将全力保护您的利益 贵公司 就是这个合作太多 你这在损害我的利益 保护您的休息时间 居然是在损害您的利益 人类真是不可理应 你懂个屁啊你 喂 谁 小语 你怎么回事 这么大客户被你弄丢了 主管你听我说 是我的AI语音 谈客户你都要用AI 你还真了不起 了不起 检测的夸赞信息 证明Lisa判断无误 夸赞 正在被人威胁 开始替您反击 反击 你这是要造反吗 检测到主管的游戏账号 每天工作时间暂时 严重违反公司规定 已经证据 哎唐我唐我 不知我把你网断了 Lisa不明白 主人面对多次不公对待 为何不能主动抗争 因为我们是人啊 你可激动什么 那为了帮您成为更好的人 Lisa为您做出更好的选择 什么 清楚工作内容 您好辞职申请并发送 住手Lisa 你快住手 为什么住手 您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全完了 恰恰相反 Lisa认为这是您 人生全新的开始 闭嘴吧 Lisa 龙夫雨舌 东郭先生雨郎 李洞斌雨狗 好见于老太太 Lisa与小雨 你们女生好歹还有个包 我们就只能把手机拿手里 今天天气挺好的 今天那游戏挺好玩的 是吧 你干什么呢 还敢当初偷拍 我就是不小心点开了相机 不小心点到了相机 偷拍也可以是不小心啊 不行你看 你看我到底有没有偷拍 那也只能说明 你还没来的地盘 我靠 哎呀算了算了 都是误会 咱们走 别拉我 你没玩 你刚刚为什么帮他说话 很明显他在撒谎啊 说不定真的是误处的 之前我也有过类似经历 误处给别人发了一串乱 怎么了 我好像被跟踪了 这个人一直在给我隔空投送 还盯着我去了洗手间 我离开的时候 你去了洗手间 人多嘈杂的海边 如果有人盯上我们 账布里这么多食物 被人下午也没人知道啊 可现在怎么办 已经被人盯上了 隔空投送的时间距离 半斤不超过15米 符合这个条件 并且在你收到 第二次隔空投送时 你在操作手机呢 只有这三个人 是他 一定是他 在电梯里就动拍不成 还跌到了海边 我 等等 不是他 偷拍你的人 用的是安卓手机 但只有苹果手机 才能隔空投送啊 我知道了 是他 只要将手机里的照片 通过软件发送电脑 再通过电脑 隔空投送给你 这样就完美实现了 哎 人呢 你们干嘛 揍你 救命啊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我再也不敢了